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这首歌曲 最后蛋头跟龙中合作了 哈喽 我们最可爱的小天才 中中 你好 我是Vivian姐姐 我知道你要报新章集了 所以我在这边呢 祝你新章集大麦 然后也希望让你现在年轻很小 也希望你能够在这条路呢 能够坚持 然后做很久很久 Vivian姐姐希望到80岁的时候 会还听得到你的好作品哦 加油 拜拜 其实有些音乐的启蒙会很早啊 像杰伦可能他从小学古典音乐 只有五岁的时候开始学 那我知道贾文中小朋友 他从小也学音乐 而且他12岁就出专辑了 其实比杰伦还早 这也凸显出说 他音乐创作上的成熟 而且我听过里面的旋律 而且是 我觉得说他作曲上的那种 个人的执法或曲风的那种流畅度啊 我觉得还蛮成熟的 那我觉得这未来大有可为 然后希望大家慢慢去发掘这个新人 谢谢 讲龙中小利比你好 我是肖敬騰 从小学音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那希望你不要放弃 加油 加油